大家好,再过两天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元宵节日了 元宵节我们都会吃汤圆 也寓意着一年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汤圆的正确做法 煮出来的汤圆不破皮,不粘锅 香甜软糯,超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袋,在超市刚买回来的汤圆 这个汤圆无论在超市或者市场 我们多数都买回来的是速冻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容易存放 而且用起来也比较快捷方便 速冻的汤圆外面都带有一层冰霜 冰霜离开冰箱就会融化 我们先把汤圆倒入一个大碗里面 里面倒入清水 清水的量没过汤圆 如果说我们不进行清洗 冰霜融化之后 汤圆糯糯的特性就会容易粘连在一起 那样煮出来的汤圆就会变形不圆润 出来的汤汁也会不清爽 把汤圆浸泡20秒钟左右 就赶紧控水捞出来 先放入一个盘子里面 这样清洗好之后的汤圆 看着滑溜溜,清爽了很多 现在向锅里面加入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热 里面加入一克的食盐 把食盐搅拌融化 加入食盐,水的浓度增加 这样煮出来的汤圆更有嚼劲 而且不容易破皮 一直煮至锅里面有密集的小泡泡 我们可以用勺子盛出来两勺温水 这个温水先存放着备用 紧接着可以把汤圆倒入锅中 先搅动一下 以免汤圆粘连锅底 可以转成中火 盖让盖子焖煮一分钟 时间到以后就可以直接打开盖子 现在推动一下 把刚才盛出来的温水倒入锅中 这一步叫做点水 点水这一步一定不要缺少 这一步可以让锅中沸腾的水进行降温 汤圆不会翻滚爆皮 而且点水之后 汤汁出来也会更清爽 最后汤圆全部白白胖胖漂浮起来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出来的汤圆不会破皮 软糯香甜可口 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请您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转发给自己身边的朋友 这样大家祝几汤圆来就得心应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